都市傳說大集合 10月最顛新翻膽大黨 不能錯過的吃毒神作 太蠢了 蠢到停不下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信 時間來到了10月份 又到了新翻們 蓄勢待發的時期 這一季的新翻超強 類型也是各種五花八門 其中有一部慢改動畫 開播前就有著超高的知名度 還在電影院舉行了 一票難求的前三回特應會 本季最讓我期待的動畫 絕對是這部膽大黨 今天的影片想推跟膽大黨 跟大家聊聊 為什麼本季 你一定不能錯過這部動畫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信的影片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哦 相信觀眾朋友們 或多或少都有聽過一些都市傳說 這些都市傳說來自世界各地 有的是神怪幽靈 像什麼八尺大人勃勃勃 廁所裡的花子 高速婆婆等等 也有外星人 未知生物 尼斯湖水怪第51區 這些介於神怪跟科幻之間的都市傳說 我們有無限的想像 也成為了很好的創作題材 相信大家一定也看過 很多用都市傳說當作原型創作的作品 各式各樣的電影漫畫小說 甚至有一系列的好看動畫 就是用都市傳說來改編的 懂得都懂 今天的主角 膽大黨更厲害了 根本是縫合怪中的縫合怪 但這不是貶義是稱讚 因為一般來說 即使選用都市傳說當主題 至少也都還是選一個主題來講 但我們的膽大黨不走尋常路 直接來一個都市傳說全家餐 你姓鬼嗎?好放進來 你相信外星人嗎?好放進來 你姓未知生物嗎?好放進來 加上大批存到不知道哪來的好貨 全部加在一起 一部偉大的作品就誕生了 膽大黨 原作是由龍信森所繪製的漫畫 連載在少年Jump Plus上 在無底頭的設定上 寫出了歡笑、熱血、淚水 充滿情感 滿足了觀眾們想看的內容 膽大黨在今年動畫化 播出之後直接封神 不論是在音樂、畫面表現上 都讓本來就出色的原作 得以更生動的被表現出來 這次的OP找到了Creepy Nuts 多次寫出洗腦聲曲的組合 OP就能看出來 製作組非常有潮流品味 分鏡跟作畫也超級精細 進入正片之後 整個大腦都在心爆 女主角光是設定就很新穎 絕對會讓一些獨角獸不舒服 林奈桃是一個戀愛腦 而且只要符合審美 她就會死心踏地 故事的一開始 林奈桃在校門口跟渣男男友分手 看得出她是喜歡YANKIE的女生 也就是不良少年 台灣來講的話就是8加9的類型 男方一直吵什麼 給上就不分超級王八蛋 吵到最後情侶兩邊大打出手 女主角被踹到地上 超級意想不到的開局 除了李帆有哪部作品的女主角 開局就被分手還被扁了 接著小桃回到班上 跟她的朋友們抱怨 第一個男友就遇到渣男 身邊的姐妹們則是吐槽 一開始就知道那男的不是好東西 不懂小桃怎麼會喜歡她 小桃則是老實交代原因 因為她長得很像硬派演員高昌健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設定 小桃的喜好跟年齡超不符合 最喜歡的類型居然是高昌健這種老派硬漢 被同學吐槽這種男人早就滅絕了 隨後發悶氣的小桃在校園裡面散步 看到本作的男主角 正在教室內受到同學的霸凌跟嘲笑 本來就在氣頭上的小桃 看到校園霸凌更加火大 於是出手進到教室 幫男主角解了圍 他們的緣分也是從這裡開始的 男主角見到世界上 第一次有人願意出手幫助自己 不想錯過交到朋友的機會 追上小桃 鼓起勇氣問他 會願意幫助自己 是不是因為也對自己手上 講述超自然事件的書有興趣 我們的男主角 是一個超級熱衷於 外星人都市傳說的宅男 面對男主角突如其來的死殘爛打 小桃指出了男主角很煩人 他也只是剛好不爽 才會幫忙男主角出一口氣 他根本不相信所謂的外星人 被這樣子嚴正拒絕之後 覺得自己又沒辦法 交到朋友的男主角 陷入陰塵 看似太媚 其實人超好的小桃 看到失落的男主角 也餘心不忍 安慰他說 雖然我不相信有外星人 但我相信有幽靈喔 我奶奶就是個除靈師 但原本是想要安慰男主角 不料男主角聽到後 反而嘲笑女主角說 笑死 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鬼 這對歡喜冤家的仇正式結下 兩個人都相信超自然現象 一個相信外星科學 一個相信靈界科學 素不相識的兩人 因為這件事情開始鬥嘴 互下賭注 各自去一個都市傳說發生的地點 讓科學派的男主角找幽靈 小桃去找外星人 嘴硬的兩人 各自在陰森的環境下 服軟開始害怕了起來 廢墟探險少不了閒話家常 小桃聊起了自己的家庭 他是由奶奶獨立撫養大的 奶奶身為厲害的除靈師 從小就讓小桃比著奇怪的手勢 告訴他這樣子就能夠抵擋惡靈 但在那個大家都很調皮的國小時期 小桃怪異的手勢 引來了眾人的嘲笑 甚至連喜歡的男生 都特地來嘲笑小桃 讓拉不下臉的小桃 惱羞生氣 回家遷入給奶奶 再也不做出那個手勢 也變得很少跟奶奶講話 回頭看來 其實他知道自己很愛奶奶 也很感謝照顧自己長大的奶奶 當年會生氣的原因 根本不是因為被喜歡的男生嘲笑 他沒辦法接受 重要的家人被嘲笑才會這麼憤怒 聽起來很矛盾 但其實人們往往都會選擇 把怒氣發在家人身上 即便你是因為心疼他們 很多遺憾往往也是這樣造成的 這段超級真實 有點年紀的人看會很有感觸 那雙方這樣慢慢聊開時 率先出事的是 來到廢棄隧道的男主角這邊 他走在隧道內探險時 突然注意到地上出現的鬼腳印 就知道 哎呦見鬼啦 超有名的傳說妖怪 高速婆婆現身 嘴上說著意義不明又性騷擾的台詞 但是有依說依 那個驚悚的氛圍真的有被做出來 男主角這邊一邊逃避高速婆婆的追殺 原本小桃還想趕過去幫忙 異變圖身 不只幽靈是真的 外星人也是真的 小桃直接被外星人綁架 綁架的理由也超級奇葩 希望小桃幫他們上一下健康課 膽大黨的展開超級惡趣味 卻又能把那種懸疑驚悚的氛圍創造出來 就在危機關頭的時候 小桃的手機響起 被高速婆婆詛咒附身的男主角 直接從手機穿越到幽浮上 原來這年頭穿過螢幕扁人 都是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現場也開始了大亂鬥 幽靈開扁外星人 台灣以前就拍過一部電影 關公大戰外星人 這就上演過類似的橋段 台灣人的腦洞領先全球20年 男主角在奮戰中 也說出了自己喜歡外星人的原因 原來是他從小就沒有朋友 於是才會突發奇想 認為如果是外星人的話 是不是就願意跟自己當朋友呢 如今在他的生活中 出現了小桃這樣一個人 願意跟自己說話 幫自己解圍 他願意犧牲自己 也要保護小桃 這也是在告訴觀眾 男女主角之所以相信超自然的事物 都有他們自己背負的理由 被困住了小桃 也想到了 奶奶曾經告訴自己 關於氣的用法 此刻居然成功讓小桃 使出了自己身上所背負的超能力 被用這份超能力打倒了外星人 也成功暫時壓制住了 高速婆婆的詛咒 接著兩人成功逃出 男主角即將墜落爆炸的幽浮 逃出升天後討論關於之後的事 男主角一旦沒有小桃的咒力壓制 詛咒馬上就會暴走失控 但男主角卻堅持不想再拖累小桃 被小桃訓斥 別種自己替別人做決定之後 男主角就不經意回了 小桃最喜歡的硬派演員 高昌劍的台詞 我就個人不太會說話 直接讓小桃震驚 原來真的還有人會講這種話 內心甚至有了小路亂撞的感覺 但為了強妝鎮定 女主角當作沒事轉移話題 就問了男主角的名字 我們的男主角居然就叫做高昌劍 這個橋段超級可愛瘋狂吃糖 第一集也在小桃錯愕的表情 和爆炸下結束了 整個第一集結鬥超級好 不論是戰鬥的分鏡或是用色這些 戰鬥作畫非常順暢 情感表達也都有到位 讓人很期待後續的表現 我們的高速劍 正未來也會慢慢掌握這份詛咒 變成一個超帥的合體模式來戰鬥 大家的追翻列表有沒有這部膽大檔呢? 你也覺得充滿迷因的內容超級有趣嗎? 你相信有幽靈還是相信有外星人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麻煩按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屁 Academic 屁 Dank 屁《蟲東鵝》 屁《蟲東鵝》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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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